讲修行 落实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七八三 不离自心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禅宗要开悟很快 你退休了 我谈经讲完了之后 这个班就让你教 可不可以 你觉得你不行 你就一定不是佛祖 请问 你可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你觉得可以 那你凭什么呢 凭信心 信心不是用喊的 如果公司开会 主管问你们有没有信心 你们都喊有 喊完就回去睡觉了 我曾看过一则新闻 有一个妇人 一直幻想她的天花板里面有蛇 她先生跟她说没有蛇 但她还是觉得有蛇 她先生不得已去买两条假蛇 再拜托消防队来抓蛇 故意在她面前演这出戏给她看 抓完之后 她错误的观念 她的幻觉就消失了 你说有蛇就是有蛇 你说没有蛇就变成没有蛇 一个人信心正念够强 就一定不会中邪 因为鬼信心比你脆弱 他怎么会让你中邪 你不会让他中邪就好了 你中了他的邪 那是你没有信心 但是很多人仍然不相信 禅师住在鬼屋 常常都会跟鬼开玩笑 古时候有很多寺院破破烂烂 有很多禅师是云游僧 到处挂单 鬼出来 把头拿起来吓禅师 禅师跟她说 这个头这么小 这么难看 你拿一颗大的 我看看 鬼本来要吓她 却被禅师戏弄 只好很无趣地走了 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不愿意百分之百承认自己是好人 也不愿意百分之百承认自己是坏人 你百分之百承认你是好人 你不就是佛了吗 你说怎么修 就是这么快 你不承认 我也没办法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 而是观念的问题 我们内心世界就是保留 学佛之人 心不见得比较善良 你的心善不善良 你是什么样的人 在学佛之前就是那样了 并非学佛之后 就变得比较善良 我再讲一则新闻 呱呱乐 就是一种一瓜 即知是否中奖的彩票 有一个卖呱呱乐乐的人 把一张呱呱乐 卖给了一位客户 客户没有注意到是否中奖 刮完又把彩票还给他 他回去仔细一看 那张呱呱乐 居然中了五百万 这件事情没有其他人知道 他完全可以独吞 他却去找那个人 把彩票送给他 很多学佛学很久 修行很久的人都做不到 他并没有学佛 他需要学佛吗 我们不是不贪心 而是不贪小钱 贪大钱 如果刮到两万还给人家 并不算什么 但是五百万不动心的人很少 而且根本没有人知道 早决定 晚决定 还是要决定 早开悟 晚开悟 还是要开悟 但是旧有人 一定要上刀山 下油锅 成为油炸果 经过很久才要开悟 法海的公案 触动我的内容很深 但简单的概念 我们的心 一直在排斥自己 故成不了佛 我们的心 一直在障碍自己 故开不了物 同学说自己 有时候是佛 有时候是凡夫 你们就是甘愿如此 做凡夫快乐吗 你说你不快乐 是不对的 因为你偏偏就想做凡夫 好像你可以享乐 一个人观念不正确 他就不会快乐 无论是什么观念 这是任何人 都可以去做的试验 你应当当下承当 不管是否成佛 你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只是你没有察觉 成佛的人 不会说他成佛 没有成佛的人 却会说他没有成佛 成佛的人 没有成佛这回事 若佛说他成佛 他就没有成佛 若世尊在燃灯佛处 有所得 燃灯佛就不会为他受祭 有人说 来这个教室 大家很亲近 我跟你们再亲近 也没有跟你们自己亲近 也没有你跟自己亲近 你跟自己却这么陌生 跟我还有一点距离 怎么会亲近呢 眼睛看不到眉毛 所以常常自己看不到自己 有皈依的人 皈依症上有这样一句话 无心是道 即心是佛 世间的一切 没有离开你的心 没有一件事情 是你心以外的东西 都是你心内之事 无论你看到什么 但是 你有很清楚的看到吗 是要把你的心摆平 不是把事情摆平 有人不认同你 误会你 或瞧不起你 你难道要把它摆平吗 是心内的事 离开这颗心 什么事 还有呢 文后思维 你的心 要决定 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心平 何老耻戒 行旨 何用修禅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 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